今天我们来看的是经济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的是刚以前的门派出所在本台 修理到饮料店送来的一家家房 更是胖金在那店里面 保险协作希望可以找到家房的主人 在经济监市家房里面有薄草 还有金汤泡和纸瓜 还有两万块的人民票现金 经济也想到来启动到生茶 刚以前是个大饭店 实际上来找到这名室主 在这堆老母在烦恼没惊惊 组合到台湾时看到两万块的人民票 放在台湾台顶头相当的惊喜 来感谢大家 晚上八点多 现在在桌面上这些都是人民币 经过我们远景清典 大概有两万多元的人民币 请求协作顺带 以时的人来规范 那价值我们台帝约十来万 价值我们台帝约十来万 价值我们台帝约十来万 收入以后打开来心事 发现白包里面有中国的护照 这个就是仪式人 仪式人那个红色包包 价格有台量的人民币 现金两万块 经过我们查证正式夫妇 到这个饮料店 点了两杯饮料 在店内喝了一下子之后就离开 那因为这个里面有贵重的物品 所以说他们两位相当的召集 那经过我们联络到场之后 也相当高兴 目前画面中这两位 民众就是我们大陆的旅客 那来到我们派市所认领 他所遗失的物品 已经找好久 也找到二十八包的洪阿末 请他到京所来领处 对就在场当场就清点 看有没有另外就遗漏了东西 经过清点无物 就当场来领回 那这些人民币 大概要有两万多元 经过折合我们新台币 约这个十来万 处理的环境表示 当时这对老婆是非常丹心正硬 这对老婆在丹心不正硬 如果回到大陆的时候 看到两万块的人民币 普遍地办台上官 确实惊喜 失礼获得 感谢万分 世心新闻创屏董 教育 市场 我们报道 谢谢大家